从画面上可以看到一名男子从超商走了出来 拿有一大碟钞票就往外面一台车子走去 和卖家一手交钱一手叫iPhone的手机 交易完后迅速离开现场 这时车上的卖家越想越不对劲 才发现这些钞票全部都是假的 原来这名男子在网路上自称罗密欧 找上手机贸易商说要买两只二手的iPhone手机 双方相约20号凌晨在新北市集运三合国州站前面面交 没有想到面交前男子又临时改到超商 假装要先去领钱获取对方的信任 但付了两万八千元全部都是假钞 卖家气得报警 但已经一段访问 犯嫌手持现金与被害人面交后便自行离去 被害人收受现金后察觉触感有意 警觉收到未钞所以向本分局报案 而现在卖家也气得要提告 警方昨天晚间将人追气到案 依刑法诈欺及伪造货币罪 寒送新北地检政办